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兩天中國兩地 河南商丘以及湖南長沙發生了兩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那先說說河南商丘的吧 這引發了萬人上街抗議 與大江山部隊抗衡的事件 12月24號凌晨 也就是平安夜當天 寧陵縣玉華園學校發生了一起類似幾年前的成都四九中學案 如果是老觀眾的話應該知道這是什麼事件對吧 以及今年年初被發現的胡興宇案 那該校的保安在24號早上6點04分 很巧妙的數字 發現了這名14歲的學生S在地上 那隨後又翻出所謂的兩封遺書 那打江山部隊在勘驗之後 認為這個是自A4排除刑事案件 那這引發了許多寧寧憲明的不滿 上街抗議要求真相 而家長也發現自己小孩身上 多處像是被什麼螺絲刀啊 還有這個煙頭造成的傷口 清傷救傷都有 因為那個傷口的生前看得出來嘛 對吧 所以啊 他們就討要這個說法 我小孩是否生前遭受到多次 長期的校園巴黎 那老師有沒有解決 你們知不知情 我聽過很多很多這種案例 也很多很多的中國網友跟我講 他誰誰誰周邊的誰誰誰啊 朋友啊 甚至他自己 在學校被 校園霸凌了 老師是默許的 老師甚至反過來是 幫那個霸凌他的學生 因為你覺得你找我麻煩啊 你閉嘴吧 所以這些縣民們 進而覺得這個小孩是否 為他人所害 但你 公安 怎麼那麼明顯的那麼傷口 連那個 外行人都看得出來這麼明顯 你跟我說是他自己 欸是 那個遺書字跡是不是他的 你什麼都不讓家長看監視器也沒有 對不對 在12月27號 越來越多人加入深遠的行列 獻花哀悼 是引發了打江山部隊到場 維穩 那在昨天28號 更多更多的人上街抗議啊 甚至包圍了當地政府機關 校長啊 還被縣民包圍痛歐 當地公安機關啊更是發布通知 封閉任何通往商丘的高速公路 那給出的理由是 大霧太濃 官方都說大霧太濃了 提醒你們別去 萬一出不來怎麼辦呢 大霧總有散開的那一天 講真的 我看過你們新疆的高速公路啦 你們那個指標燈啊 跟路燈一樣 是架在天上 因為怕那個起霧的時候 那個欄杆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上面有一個指標對吧 你們照樣開也沒有風路啊 那比起新疆跟你這邊所謂的起霧 我相信新疆那個 應該是大到很誇張很像先進 而當地民眾啊 也留言指出啊 我自己就在商丘 我怎麼不知道所謂的起霧呢 28號當晚啊 就已經有好幾隻打江山部隊到場維穩了 那現場抗議的民眾 甚至還舉著紅旗 反紅旗 導致 他現場的直播直接被封號 強制關閉 你們這個直播平台的黨支部 太暖心了吧 而網路上還流傳了一個影片 該校的一個女學生啊 自稱他有目睹到 那這名14歲的國中生是被同校的人給打到S 然後從頂樓給扔下去 也提到他6樓的門窗是需要校長或是相關人員的鑰匙才能打開進去了 因為那邊在施工嘛 所以他們肯定也是參與者之一 那如果是破門破窗的話 那警察肯定可以看到會發現 所以其中是誰在說謊 那如果校方跟學校的人員沒有參與其中 那就是這一群 把他S的學生 破門破窗進去的 那破門破窗這個時候 公安說的就有問題啦 因為他們說是自S的嘛 信不信在這個國家已經沒有證據了 而他非常有可能要面臨中共說的 造謠認罪跟李文亮的下場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推特啊 這個中國網友就說為什麼這次鬧的特別大 平時孩子S 就是一些家長跟親戚在喊冤啊 那這次居然可以鬧到這麼大 很少見 他可以把這件事情說得這麼稀鬆平常 你就知道我前面說的 這種案件在中國是少數嗎 其實生活在當地的人可能看到的更多只是新聞沒有報而已啊 幾年前我在做成都市九中學報導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個中國的大學老師跟我聯絡 因為他們小區在維權抗議 他也順便跟我提到 他們大學有幾起學生 被這樣子 對吧 那當然有字S的 也有是被他S 而他們學校很厲害的都給壓住了 而學校的做法就是我給你錢補貼你嘛 你要是在鬧你連錢都沒有 你也別想找當地媒體曝光 因為沒有人會幫你 因為當地的媒體我學校都可以收買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很多學校的 食堂啊餐廳啊那些食材啊 玉製菜啊 然後 其實薯伯丫頭這件事情不單單只有那一件 那事後其實陸陸續都有 這一個 只是可能沒鬧那麼大 但是我有在做中國議題 所以我可以知道 他們其實蠻多這種事情的 對吧 那你可以看這種管理方式 你就知道他們對於更大的事情他們會怎麼處理 當然除非你在中國是讀國際學校 外語學校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不可同日而語啊 我不能說全部 但大部分是這樣 太多中國粉絲跟我說過 他們不同的學校相似的經驗 雖然我認為這件事情啊 可能也是不了了之 但起碼這群不相關的人 一起站起來共同維護一個家庭的權利 那曾經有人說過 甘地之所以是甘地 是因為他遇到了英國 如果甘地今天在毛聖上或是史達林年代 那大概率沒有人會知道 甘地是誰 他絕對 會是在中國任何一場政治運動中被S的其中一名 所以啊還是給這些勇敢站出來的中國人一些鼓勵吧 而另外一件大規模抗議的事情啊 發生在湖南的長沙 同樣也是學校 那長沙的一所高中啊 學校取消他們的三休 有改為兩天休假 那其實中國的學生啊 大部分是蠻苦的 週一到週五啊 可能七早八早就起來 對吧 我 前幾天看到一個國中還是一個高中我有點忘了 他們宣布 早 你們叫早自習是吧 從5點 5點50分 延到6點20分 一堆學生哭啊 事實上才延了多少 半個小時而已 像那種什麼 橫水高中啊 好像逃城中學啊 那些是更誇張的 什麼 就真的5點要起來跳操做什麼 然後讀書讀到晚上七八點 吃飯都要那種跑的跑的衝過去 這個影片我相信 大家看到都不升迷局嘛 對吧 很多時候禮拜六還要上課 被學校強制去這個教室讀書 對不對 胡興也是這樣 禮拜六晚上休息 回到家 然後禮拜天回學校住宿 對不對 休了一天而已 結果出來呢還是內卷996 約入三四千四五天 甚至失業找不到工作 以至於全校抗一大喊 我要三休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事實力爭還我三休 元旦家節之三休 乃星星學子之所期 與家人朋友享受的一種 休閒生活的時光 對吧 很多很多這種海報貼出來 那最後啊 校方妥協了 但也傳出 在妥協後放完假之後 要秋後那些貼大字報了 做大字報了 帶頭所謂煽動的人 要秋後的 我只能說這個操作 一點都不興起 如果有小粉紅 反對聖誕節 但同時你也在爭取這個 元旦三休 那你完全沒有資格 你不能什麼好處都你拿 元旦他也是西方 定義出來的節日啊 對不對聖誕節也是啊 你要不要理解一下 聖誕節跟元旦 還有西元 是什麼東西 去了解一下 而這群學生啊 還知道要爭取自己的權益 前幾個禮拜 聖上指出要取消 除夕假期 對不對 就對工作的人影響比較大 那改為很惱人的 這個調休對不對 你們放假前要上一堆的班 放假後還要上一堆的班 這也是在網路上引起 眾人的不滿 但沒有人上街抗議 所以我覺得抗議還是分 你是跟學校 當地政府對干 還是你跟黨中央對干 如果是跟黨中央對干 不好意思啊 只有彭宰州一個人 當然爭取權益 對抗獨裁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西方很多國家 甚至這個50年前100年前 早一點的200年前 都已經犧牲那麼多條人命換來現在的民主自由 即便是我們台灣意識如此 而我們台灣也面臨著中共打來的風險 我們沒有放棄抵抗 只要你敢入侵 做岳飛韓世忠 還是你要做勤快送高中 選擇在我們手上 平心言論 讀了這麼多古今中外的歷史 我自己的觀點 這緊代表我自己 中共會產生 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要知道政治是 集體意志 也反映著人民的價值觀 當人民不再喜歡這樣價值觀的時候 就會盡所可能的去推翻他 所以有法國大革命 諸如此類的那些 流程那些革命那些推翻 當時也是面臨什麼 破產外患 經濟嚴重下行 股市大暴跌 對吧 更多的是階級不流通 雖然在古代的 中國大陸 階級 相比那個時候的歐洲還是可以流通的 例如你可以買官嘛 對吧 你考試可以考取個公民嘛 寒窗苦讀十年 你可以 考上當一個官 但是在那個時候 的歐洲啊 你即便賺了很多錢 你還是平民啊 你不可能是貴族 你也不可能是教士啊 王是王貴族是貴族 教師是教士 平民是平民 社會主義嘛 可是思想當時提出來的其中一個階級鬥爭是在 鬥爭這個因為不流通真的是 基本是零流通 除非你革命嘛 像拿破仁 但拿破仁他其實 意義上他還是個 落魄的貴族嘛 他的家族其實還是個貴族嘛 你懂嗎 他不是真正意義上那種平民 而中國本身 對比那個時代的歐洲是流通的 反而現在實行所謂的中國版的社會主義之後 階級 不流通了 大陸這邊土地 號稱有五千年的文明 卻沒有產生出民主概念的國家或政體 為什麼 共產黨倒台之後如果 人民的價值觀不改 不好意思 下一個國家政府 很大機率還是獨裁 還是走大一桶還是走極權專政 共產黨他只是批了一個所謂社會主義法加儒家思想集合體的 資本主義獨裁政府而已 這跟古代帝王制度 沒有區別嘛 只是說這個家天下變成了趙天下 黨天下 一樣 那古代帝王要被推翻就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因為這個皇家等於國家對不對 所以大明是朱家 大明滅了朱家滅了 所以變成愛親絕裸 所以叫做大清 是不同國家 因為代表不同的皇室 只是領土大部分重複而已嘛 所以為什麼蘇聯倒台之後 也才有新國家俄羅斯的誕生 中共倒台勢必換新國民 換新名稱嘛 但會不會跟俄羅斯一樣 你蘇聯倒了你又建立一個 類似 看起來好像民主 但一點 也不民主你玩了很多花招 你規避了很多很多東西 你讓人家看起來你是民主 但你事實上不是一個民主的 俄羅斯 會不會又跟大清大明一樣 只是換了個名字 換了個皇帝 但還是那個中國呢 為什麼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他的這個政權跟體制可以民主化 他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卻不行 當然有人會說因為那個時期啊 戰亂 國家剛建立 對吧 然後之後又內憂外患 確實 法國大革命 那個時候也是很亂嘛 以下各種各種的派 上台各種各種的派輪流當政府 然後最後拿破仁家族跟路易家族 在輪流做皇帝 對不對 但是 這個期間人民還是不忘民主 一直在往民主的道路上走 因為人民心中有信仰有信念 所以現在有民主的法國 但中共在這三四十年 沒有戰爭了對不對 這種懲願戰爭之後 基本上沒有 沒有這種大規模的戰爭 我們甚至可以說 韓戰 也沒有發生在中國這邊 土地上 所以 你看 他民主了嗎 還是那句話要民主要懂得犧牲 要有價值觀的轉變 不然你中共下台上台的 大概率還是什麼 洪秀全 張憲宗 朱元璋 你看洪秀全那種 批著西方宗教民意 主張平等 建立太平天國對不對 提出什麼平民權 男女平等 結果呢 還不是一樣又是一個大平大清 你真的有落實到女子身上嗎 沒有你只是把他當又當一個人力 當一個女兵在用而已 因為你沒有兵嘛 獨裁腐敗荒淫無度 也是三七四切平等 跟曾國藩之間的那個戰爭那是 S了好幾千萬的人 是你所謂清華戰爭 你所謂的南京大S 數百倍 而中共現在是批著 西方的社會主義 西方不要的社會主義 你強調平等 不外法治民主 結果呢 沒有變過啦 這片土地 中共文革前 餓死的人 因為政治原因被S的人 還遠遠超過日軍清華S的人數 而你的那個時候的經濟 也遠遠落後1937年到1945年 抗爭期間的經濟 你不覺得很荒唐嗎 之所以中華民國無法在大陸 實行民主 是因為大陸這片土地上 自古以來都是強迫的大一統 並不是跟美國那樣 我自由的加入你的聯邦 或是像德國那樣 我尊重各幫的獨立自主 只是我們對外是德國 一個用武力強迫 統一的地方 他就會需要獨裁的政府去控制 不然很容易無法鞏固住所謂的邱海棠 你想要中國真正的民主化 就必須從14億人的價值觀中 去改變 你整天想要大一統 那不好意思 你們大部分的人 就還是沒有民主的價值觀 所以不要跟我說 如果中國民主了 台灣會統一嗎 當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就注定你 沒搞懂 什麼叫做民主 今天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俠 見了拜 來吧